加速充斥 将棒子迅速传接给下一位选手 靠着好默契和训练出的快脚 是位无期国中体育班的同学 在全国青年杯田径锦标赛的男子400接力赛中 跑出全国第二的亮眼成绩 让他们感到惊喜万分 不可思议啊 默默无名的那个接力队啊 突然可以在全国大放一彩 我们原本只想说 经营全国前八就好 然后没想到就拿下第二名 其中原子渊和朱友童这两位国三生 是最后一年代表学校出赛 能够获得这么好的成绩 不仅对他们来说胜具异议 也成功打响校名 吸引不少高中体育班上门挖角 用汗水 泪水 每天花这么多的时间练习 所拿到的成果 就觉得这三年来练习都没有白费 我也很感谢学弟他们一直陪我们这样练习 然后也练了这么多就很谢谢他们 校方也表示为了在比赛夺得好成绩 师生们不仅牺牲假期 针对学生的弱点进行密集训练 过程中还经历选手受伤 甚至自信心不足 幸好靠着教练不断的精神鼓励与支持 才能有如此优秀的表现 除此之外 在女子铁饼项目中 陈于林同学也成功获得全国第三名 教练也表示 于林相当具有运动天分 日前也在台中市中等运动会中 夺下第二名的佳姬 是一位不可多得的铁饼好手 很开心 然后希望在下一场比赛也更好 然后也谢谢教练跟校长的支持 然后教练给我的知识 然后所有人给我的信心跟鼓励 这次抱回耀眼的成绩 是无期国中40年来 交出最漂亮的一张成绩单 选手和教练的努力 终于获得外界肯定 努力不懈的练习终于有了价值 全校师生为他们的表现 感到予有荣烟 记者陈伯瀚 台中采访报导 陈伯瀚